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輪玩具開箱 這次呢,其實非常期待也非常興奮 終於收到KA的NG四四野 就是浩克毀滅者的這隻角色 那表面上你可以看到桌面上就一個透明的頭盔 這個透明頭盔是,嚴格來說就是他唯一的配件 他並沒有其他的配件的部分 不過KA呢,也特別針對他出了一個就是 打暈浩克的電動手 但是那個手呢,必須要買手送浩克才可以 就是他跟浩克的組合包製在一起的 然後浩克是不可動的 所以相對的你如果想額外買那隻手呢 你必須還要附一隻浩克 好,那不過也還沒出來 所以這個以後如果有機會拿到 我們再分享給大家 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盒子其實還蠻大的 然後盒子是磁鐵式的 你可以從這邊做 翻開動作裡面就 就是保麗龍 然後把它拿出來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隻角色 那它並沒有附裡面的NK43 NK43是我自己裝的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你想要裡面的盔甲是帶有靈魂的 你還要再去買一隻NK43 好,首先我們來簡單的看一下說明書的部分 說明書表面上就是它有一本 感覺好幾頁的說明書 但是其實說明書裡面都是講電池怎麼裝 好,最後一頁才有大概講到 它的可動的部分跟怎麼裝 裡面的NK43的部分 所以說明書嚴格來說 並沒有講得很詳細 就是一般沒有 那個簽子鏈的說明書講得好 然後這是它的說明書的部分 不過它說明書有中文 然後再加上 它說明書也是黑白的 但至少比SHF的說明書還好 然後它附了一張就是 這個有點像就是 其實打開NK43 你要把它裝進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旁邊有貼這個黑色的 就有點像龍布的部分 那你如果掉了你可以自己再貼它 就是防止你刮傷 NK43 好,這是它的用處 好,接下來大家在乎的就是它的高度 所以我們先把非常厚重的這一盒 其實不厚重的 因為拿出來 它是空的 移到旁邊去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首先呢 這一支呢 就是 SHF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高度的大小 感覺就是差了 一倍的高度 那 一個是十二分之一 一個是九分之一 如果沒有比較 你可能不曉得十二分之一 跟九分之一 差了這麼多 然後另外呢 那顏色呢 SHF呢 稍微顏色比較深一點 然後這一支呢 稍微 比較鮮豔一點 我們把它蓋起來 然後它看起來比較 不會那麼高的感覺 好,把它蓋起來 這個部分 讓它看起來呢 比較矮一點 不會覺得它靠帽子來 增高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顏色的部分呢 相對的這個顏色的紅 KA的顏色的紅 感覺比較 比較好看一點 那至於 光澤跟質感 其實跟SHF差不多 它也沒有到 特別到 電鍍到非常 光澤的部分 那高度呢 我覺得 它應該就是 像六分之一的浩克的高度 或是 我們把它 拿鋼鐵雷台 我們把這一支小隻 先擺在前面 那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呢 就是跟 鋼鐵雷台差不多高 甚至鋼鐵雷台呢 還比它 稍微高了一點點 所以它並沒有 因為一分之九的關係 它並沒有特別高 只是 看起來很魁武 好 這是這隻角色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特寫看一下 可動跟其他的介紹 那特寫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整隻的細節非常的 足夠 雖然它並沒有把很多 內構的結構做成可動的 或是 獨立做出非常細緻的部分 可是它都把內構表現出來 那如果不懂的 我說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手臂 手臂這邊有很多油壓管的部分 那當然有這一條是 額外黏上去的 那其他油壓管呢 它其實是跟 結構做一體成型 它並不是獨立的部分 相對的 它立體感 會沒有那麼的 好 那但是呢 已經有把裡面的很多內構都做出來 當然細緻度 也處理得很好 那如果跟 SHF這隻 做比較的話 我們先不管顏色的部分 其實細緻度真的差非常的多 就是 以價格比來講 價格 不到 不到一倍 就是KA這一隻呢 並不會比 SHF這一隻 貴上一倍的價格 但是細緻度 至少遠遠超過一倍 所以如果以 價格比跟 經濟效應來講 KA這隻呢 其實真的是 比SHF那隻來的 更加的超值 好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 可動的一個部分 頭部的部分呢 因為它為了要裝 就是裡面這隻角色 所以頭部只能做翻開 它就沒有 像SHF它可以做轉頭之類的 可以動的部分 這是比較可惜的 當然這個可以把它拔起來 它有一個球型關節 可是它不是真的轉頭 然後它 它也沒有 沒有所謂的脖子 好這個是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面罩呢 是可以拿下來的 好所以拿下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 裡面的 鋼鐵人的頭 那當然裡面鋼鐵人的頭 你也可以去開燈 那我們暫時間不開 然後再來呢 這個 你可以看到它面罩是磁鐵式 你可以換上 附的透明 這個有還蠻細緻的 鋼鐵人紋路的 一個透明的面罩 不過呢 裝上去之後反而更加塑膠 所以 通常是不會去裝它 那這個面罩呢 有KA的專利就是吸上去 會自動亮燈的部分 但是它不像鋼鐵人頭盔 它可以 吸住上面 所以它就 這就比較可惜的地方 如果它可以吸住上面 至少它還可以 蓋住 然後不亮燈 可是它只能這樣子吸上去 那開關打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吸上去 它就會做亮燈 拿開就不會亮 所以這邊呢 是 這個面罩特別的地方 可是 可惜的是 它沒有這樣子吸上去 那頭的舊化 上面有一些 我把它關掉 頭上面有一些舊化 是全身最多的舊化的地方 這是我覺得比較怪 不能說舊化啦 就是 有比較 細緻的上色的塗裝 那這個呢 我們把它拿下來讓大家看 就是它的肩甲呢 其實磁鐵式 這是它設計上面 還不錯的一個部分 可以拿下來 拿這兩邊可以去搬動 好 這是它的肩甲的部分 然後這樣拿下來之後呢 這一塊就可以拿下來 那我們可以特寫一下 看一下我說的 舊化的部分 所以呢 這應該就是 凡事從頭做起 因為頭的舊化做得比較好 它有岸邊跟一些 刮傷跟細節 這是 全身裡面做的最好的部分 其他呢就是 都是紅色光澤 並沒有像這種 邊緣有那種 像是那種 怎麼講 過熱 然後產生那種邊緣 暈 燻到黑黑的部分 可是 頭的部分是有的 這是 比較可惜的地方啦 就是 並沒有整隻都做好 那這個 我可以把它吸回來 那這個是裡面 你可以看到 內構的部分 那進來呢 看到這裡呢 我們接著往下看 就是 它的結構 怎麼去做 拆解 那它的結構拆解其實還 還蠻容易的 就是 這兩片呢 是磁鐵式的 你可以把它拿下來 接下來這個 好 你就把它翻下來就好 那再來呢 這邊 頭盔我剛才已經拿下來了 這沒什麼 這也是磁鐵式的 你可以把它拿下來 它的頭 那也可以裝整 然後這邊有一片 可以取下來 那這邊也是磁鐵式 你可以看到 它吸上去 它的結構 那取下來之後 你還是可以看到 原本裡面 鋼鐵人的反應乳 然後再來呢 就是這一片 很大片的這一片 好 也是磁鐵式的 你也可以把它 搬下來 那 可以看到這一片呢 後面有電池 那這一片呢 它獨立可以做 前面這一個燈的 的亮燈 然後開關在這裡 你可以做開關的 部分來產生亮燈 所以這上面呢 有很多結構都是 獨立亮燈跟開關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 這個是比較不需要 其實因為就是它 比較方便的裝好一個電池之後呢 一開關全部的燈都亮 不用那麼辛苦的 每一個地方都要把開關的燈打開 因為大家想展示亮燈就全部都亮 不然就全部都按 應該不會有人說 開一隻腳另外一隻腳不開燈吧 或是乾脆就弄個一個遙控 一樣就會全部都亮 或全部都按 不用這麼辛苦 讓大家在那邊開開關關 這是我希望它可以再做 進步的部分 那裡面呢 它可以塞進去整支鋼鐵人 那整支鋼鐵人其實 並不太容易 並不太容易放進去 就是你要 就是用一點點 雖然不能說暴力 可是就是要用一點點力量 才可以把整支 塞進去 那裡面呢 那唯一做的保庫就是跨線那邊有一個 有一個軟的像 保麗龍的部分可以撐著 那當然旁邊你可以自己貼 它有給你一張 可以貼的部分 我就不貼了 那重點是裡面這支的NK43是我的 外面的NK44是借的 好 所以要還它之前 記得先把我的NK43拿出來 好那我就可以把我的 NK43取出 這邊有貼到那個 有點它的泡棉 那它做的其實非常的 密合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取出的時候 其實手都還有點卡住 好那它可能要稍微 轉一點點角度 盡量避免刮傷 可以把它拿出來 那拿出來 我也讓大家看一下 它的那個 可以放進去整支鋼鐵人的 一個內構是怎麼樣 那我就不再把它裝進去了 這主要是讓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裝 那這支鋼鐵人要另外買 就是NK43的部分 你要另外買 當然你可以放進去 KA的NK42 不單是NK43而已 基本上 你要放撞針機器應該也可以 就是 同等型比例的 基本上都可以 那你可以看到裡面的內構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還蠻深的洞 因為它有兩個腳踏進去 那腳踏進去大腿裡面之後 多少會有一點點影響到 大腿的可動 因為大腿在搬動的時候 還有裡面有鋼鐵人 然後再轉腰的時候 多少也有一點點影響 但 它本來 這幾個部分的可動就不大了 所以影響的也沒有 想像中來的 那麼的大 那你可以看到內構 還有特別這幾 紋路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些東西都 裝回去 然後再繼續來看一下 它的結構 那首先呢 我們先把 重要的 頭裝上去 然後把這一片 也吸回去 那它都是磁鐵式的 所以 在拆解方便 在拆解上 其實 我個人是覺得還 挺方便的 那有優點也有缺點 因為 畢竟磁鐵式是少的結構 所以 就會有 像這樣子鬆鬆的 對不對 然後是容易 脫落的部分 因為 磁鐵在怎麼牆 也不會比上 就是它直接把結構 做在上面來的 牆 所以相對的它也會 比較容易脫落一點 然後 就把它黏回來 好 黏回來 然後頭把它蓋起來 好 然後這邊都把它 蓋回來 好 基本上 這是它的 一個你可以看到整個 胸甲的內構 那再來 大家在乎的就是 可動的部分 可動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手 剛才講完頭了 那手的部分呢 稍微轉一下 上面這一片 跟手臂在一起 好所以它在動的時候 它跟 手臂一起動 那它有一定的細節 而且你可以看到 上面這邊 特寫一下 有那種腐蝕片 貼在裡面的感覺 所以它 真的比SHF那一隻 細緻的 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一下 好 上面的細節其實多很多 而且它的金色 又比SHF的 金色來的更討喜一點 紅色跟金色都比較 來的比較好看 然後在裡面的內構也都 都有細節 然後可動的部分 就比SHF來的差了 這是 比較可惜的地方 因為它的大臂至少是不能 不能往前轉的 不管是SHF或是牽子鏈 大臂都可以往前轉 它只有正常的就是 360度的 手臂 可以這樣子旋轉 然後跟上臂 可以轉動 然後說明書 有說手腕 因為有燈的關係 不建議轉超過180度 所以你不要 這個手腕一直轉 一直轉 裡面的電線可能會斷掉 之類的 其實說明書上面有說 你可以稍微 注意一下這個部分 然後手腕呢 也沒有辦法 完全變成像發炮手 的部分 好這也是 比SHF甚至 輸給牽子鏈的部分 就是在 在這個手腕的可動上的部分 是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 然後 手肘的部分 基本上跟SHF差不多 就是 彎上來是90度 那這一塊呢 不能拆下來 那它有一點點機關 就是你可以翻上來之後 好 往下看 這一塊你可以這樣 有一點點拉出來 好那可以 可以折上來 可是它不能 完全折上去 因為 你可以看到 折的程度就不一樣 所以它折的程度比較少 而且這邊底下沒有東西 這邊底下有東西 所以它還是會擋到手指 就是擋到手掌往上翻的部分 那這個呢 是可以前後的 好 然後再來這一片 是可以翻起來 好 上面還有一點點 內構 就是沒有到非常的細緻 好這大概就是你可以看到 手部上面 可動的地方 就是你 這個可以做抽拉的部分 然後這個 可以翻起來 然後再來呢 裡面這一片也可以再 拉開 那整支呢 雖然它號稱是 合金的部分 可是 其實合金的成分 並沒有來的那麼重 第一個它很大支 你如果整支是合金 其實 不要說把玩 你已經在做舉重了 然後再來呢 它所有的盔甲跟細節 其實很多都是 塑膠的 好那我不曉得它 它合金比例到底有多少 可是 至少比簽直列 跑得很多 它應該整支拿起來的感覺 應該 差不多有50%左右 那不過這是我猜的 那其實 KNE在後面的合金也都 稍微比較偷懶一點 因為如果你同時有收過 NK43 跟NK42 你可以拿拿兩支比較一下 NK43相對的合金就偷掉很多 比NK42少非常的多 明明就同一個模組 好那這個是 它細節跟可動的部分 那是輸給SHF的 這是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雖然它的精密度跟細緻度 遠勝於SHF 很多 好然後再來呢 燈的部分 它燈就是它的特色 它的燈每個地方都會亮 就是手部的部分呢 你可以藉由 這邊把它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手掌 可以去做開燈的部分 只要左右開 這跟鋼鐵人 都一樣喔 那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然後背部的部分 好背部的部分這邊也有燈 那背部的燈呢 至少是 比較值得暫取按鈕做外面 好所以你一按 有沒有看到背部的燈 這六顆全部都亮 那我情願它一按 所有的燈都亮 都還比較好 勝過值局部亮燈的部分 好這是背部的部分 那腰部呢 因為礙於要塞進去一個鋼鐵人 所以腰部幾乎 不太可動 你可以看到它不會像SHF 腰部有一個球型關節可動 那這腰部呢 好幾乎是屬於不可動的部分 所以呢如果你買這支呢 可動你就 不用太寄望它有什麼 好的姿勢跟表現 因為它 幾乎 不能說不太能動 因為 手部啊 跟腳的部分 都有基本的可動範圍 那只是 你如果要擺出帥氣的姿勢 當然沒有辦法像尖持鏈 或是 像SF那樣 有更多的帥氣姿勢 可以擺動它大概就是只能 大字形站著然後 手稍微擺擺pose 好就是它可動的極限 然後 因為腰部也不太 不太能轉動 所以腰部也不能做 扭腰擺什麼pose的部分 然後大腿因為 你要放NK43呢 大腿又要 NK43的腳要穿到它大腿裡面 所以大腿呢 也沒有非常大的 可動空間 好這是這個要注意的一個 地方我把手稍微舉高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大腿的部分 不過這邊還蠻多細節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 側臀甲 那這是SHF上面沒有了 那大腿呢 基本上我現在裡面沒有模型 所以我不用擔心 會卡住 可是 其實你在動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好往上呢 幾乎就只有 不到10度 往後也不到10度 好所以它在 前後的可動上 非常的少 那膝蓋的部分 可能算稍微 比大腿來的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稍微看一下 膝蓋的可動 那一樣轉到側面呢 膝蓋這邊有一點點連動 就是這一塊 跟這一塊 會做 閃避的動作 你可以看到 好那方便你就是 在彎的時候 當然它有雙重關節 可是你在彎的時候 這差不多是 30度左右 已經是最大的極限 就已經不能再彎 看它已經卡住了 這也是 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 雖然有做一點點連動 可是它也沒有非常多的 可動的部分 好這是屬於 膝蓋的部分 所以下半身呢 幾乎完全是殘廢 不是殘廢 幾乎完全 算是不可動 這是 下半身的部分 然後再往下看 腳掌的部分 腳掌呢 有小小的一些機構 像這個 是可以動的 那前面這一片 也是可以翻的 那這兩隻呢 基本上 我這樣轉起來是死的 說明書有沒有講清楚 摸起來是不能動 那腳 腳掌當然是 有一點點角度可以翻轉 但沒有SHF來的那麼的大 所以這個腳掌的角度 相對來的小 那說明書有說這個腳掌 可以有一點點下拉 那一樣我在按的時候呢 角度並不明顯 所以只有一點點可以做 翻轉的動作 那轉到前面呢 這一片 好是可以動 那前腳掌當然 也是可以翻轉 只是意義不大 好這是這個 整隻大概可動的部分 那細節的部分 一樣你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好就是 其實SHF上面的細節 大概都有 只是沒有到 KA做的那麼的細緻 所以你可以比較一下 細節的部分 那當然燈就差異非常多 這個燈呢 它要亮呢 其實是從 這邊 把它翻開這邊有一個 開關 好那這一片有點緊 所以有點難翻 好翻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開關的部分 把它打開 好就可以看到正面的自然燈 是會亮的 和後面這顆燈 也是會亮的 那就像我剛才說的 沒有人會 只開單邊另外一邊不開嘛 所以 與其這樣不如設計 就是一個按鈕 可以一按全部一起亮 就好了 會來的相對的比較 比較省事 好你也不需要 藏那麼多開關 然後做那麼多 裝電池的地方 反正你也 手腳四隻都不能拆 你乾脆就是裡面接線 然後按一個開關 全部都會亮就好了 好這次當然是我希望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你就看完這隻可動了 接下來呢 不曉得這隻能不能轉轉熱 因為不曉得轉轉熱能不能撐得起這個重量 雖然 剛才講過整隻的合金呢 可能只有50%左右 可是 整隻拿起來還是 非常的 非常的重 所以這個部分 單手當然還是可以拿得起來 只是 有點吃力就有點在 舉啞鈴的感覺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轉熱 如果不能 讓大家看一下全身的各個角度 好剛才試了一下很神奇的是 它可以做全身的轉轉熱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就是全身的各個角度 那等一下同樣讓大家看一下特寫的 各個角度的部分 雖然它在轉的時候感覺就是 快掉了 當然我希望它不要倒了 因為畢竟還蠻重的 好你可以看到全身的轉轉熱的部分 好它會停住 因為它還是太重會有點卡住 好那 反正就沒有辦法做特寫的轉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各個角度 最後呢 謝謝大家說完這一次的 大人玩具開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那同樣有任何需要運電商品 或是需要配合廠商都可以與我聯絡 那謝謝大家說完這一次 浩克毀滅者 KA的大人玩具開箱 那這一支呢其實 以價格比跟 經濟細緻度 遠勝於就是牽直鏈跟 SHF 雖然可動都 輸這兩支啦 可是擺著就嚇死人了 因為太帥了 好那這支影片呢 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次 MK44的大人玩具開箱 謝謝大家